每天都是王建民的新闻 你是不是看腻啦 从这个礼拜开始 棒球周报要带大家一起飞到日本 来关心一下这些 同样在国外努力奋斗的棒球好手们 首先本周的第一集 我们为大家专访到的就是 赴日近两年 效率于独卖巨人队 绰号猴子的江建民 台湾的 球迷们大家好 我是江建民 小学四年级开始打棒球 就担任捕手的江建民 到了高二才转任投手 而这个改变绝对是他 棒球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类叶 练头才半年的猴子 很快就已经成为强书中学 不可过缺的当家投手 而毕业前的青帮联赛 还有金龙棋 更是展现一波当关的气魄 当年和高院的郑奇红 精彩的对决 任让许多球迷到现在 还是津津乐道 结束了高中的辉煌成绩 江建民进入了国理品院 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 但很快又惯醒了大家对他过去的记忆 但是过人任性坚强 江建民投出了自信 也投出了不日发展的机会 是完成我之后的梦想 因为小时候的梦想是打职棒 然后当然打职棒 然后高中大学之后就会想说 打职棒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到国外去评评看 所以现在也是完成高中之后的梦想 控球精准 头脑又清晰的江建民 2005年受到独卖巨人队的青睐 赴日发展 隔年8月拿下生涯少胜 06年总计10场的出赛拿下了三胜两败 包括一次玩丰盛 以及防御率1.81的成绩 短暂的休息后 年底江建民又接受了征召 随着中华队到杜帕 参加他口中最难忘的比赛 养运 随后当然就是回到日本 为新球技做准备 而近两年的女日生活 江建民一直维持着一个信念 就是努力的学习 让自己成为一位更好的投手 其实每一场都很难忘 因为在一军投球 对 因为在一军投球 跟在二军投球的感觉 又不太一样 然后跟又在台湾又不太一样 就每一个都想要对决 每一个都想要解决 但是每一个都会很难解决 对 所以只能更努力 今年披上巨人军17号的战袍 这个昔日巨人王牌投手 电源宽脊 还有泽村荣治的背靠 江建民把自己的心态调试得很好 一步一步地照着自己的脚步向前走 突然只是一个号码嘛 然后其实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什么背后会比较好看 不过真的对巨人队来讲说 实际上真的是一个蛮神圣的号码 然后对自己来说当然也会有点压力 但是会更继续教育 对 非常棒哦 一开启江建民就在巨人队的主场 TOKYO DONG 开幕战拿下了今年的首胜 虽然接下来曾经短暂到二军进行调整 不过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渐入佳境 而猴子也总是抱着虚心的态度 来面对所有的挑战 这些情况也没有好跟不好 就是一直都还在努力当中 是下去二军之后 上一军的选手都表现得不错 所以就在下面待比较久 然后就有多一点时间调整 我现在会调动哪一军 当然就是要更努力 大家印象中的猴子 可能是个不服输的铁人 也可能是个个性直爽的小伙子 从小对棒球抱着梦想的江建民 和许多的选手一样 一路是靠着坚强的意志力走过来 纵使独自在国外打拼 相信他也会像过去一样 克服困难不断的努力 直到他成为自己心中的顶尖投手为止 当然有球迷 跟大家人认识我那种知名度的话 当然是好 但是希望可以 不要说这一两年而已 就是说可以再多带几名这样 然后把自己的球打好 对这样 然后把自己的知名度提升 然后为球队争取最好的成绩 还有如果有那个机会的话 可以帮你开玩 出场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对对对 完成完江建民之后 下周的棒球座报 还有更精彩的品律选手报到 想知道杨仲秀 林安宇 林依杰 还有吴思佑镜黄的前迷们 可千万别错过 每周二晚上十点半的棒球座报 你好 你好 我是D.A 今头头自家 好 好 好 登 agree 可哥 姪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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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姪姆